口臭口苦四肢倦怠都是弹尸惹的祸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老年人都有着弹尸重这个问题 主要就表现在虚胖 经常的感觉到头晕头重四肢倦怠 吃饭呢没有食欲 消化不良这些表现 同时还伴有舌体是胖大的 口气特别重 口苦还会出现大便的堂息小便黄吃 这些情况都是因为体内弹尸过剩 导致的脏腹功能失调引起来的 注意说脾为生痰之源 肺为储痰之气 痰多是因为脾不渐运了 饮食精微物质上升无力 肺中的精液不足 气肌呢不利 不能够使精液输不到全身 最终停滞在那承痰 这一个病症的关系是标准的 五病棘子 所以要想化这个痰湿 就必须考虑把脾胃先调好 如果你经常感觉到嗓子里边有异物感 头发皮肤也爱出油 长痘 容易口气重 也有脚气 经常的失眠 血压血脂也异常了这些问题 都是和体内的弹尸重有关 你可以试一试 地黄丸 加一物 活血通落 巧制脑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教大家巧用地黄丸 治疗脑梗 简单有效 希望屏幕前的朋友认真听我来说 六位地黄是丸剂 直接吃也可以 但最好用骨羊环五的方和六位地黄混合在一起加热 加热以后它进行了充分的化学反应 效果会更好一点 可以改善气虚血淤的脑梗患者 六位地黄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骨肝肾的作用 可以改善脑梗患者 腰气酸软 手心发热 头晕目旋 记忆力减退 包括倒汗失眠这些症状 而不羊环五呢 主要是义气活血通路 这两个方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 气虚血淤的情况 脑梗的症状就自然减轻了 当然了 这个剂量呢 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辩证分析 才能更有效 好好的血管怎么就堵了呢 血管就像遍布于我们人体的呀 高速公路 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 都需要通过这些血管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器官 一旦这条路发生了堵车 引起了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那好好的这些血管怎么就一步一步的被堵 通常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损伤期 随着年龄的增长 血管呢就会自然的老化 弹性下降 血管内壁逐渐就出现了纸质的条纹 这就像使用了很久的橡胶水管会变硬 或者出现裂纹是一样的 但除了年龄这个影响因素以外不良的生活习惯 比如抽烟喝酒熬夜高盐高脂的饮食 这些都会加速血管受损 所以像一些现代的年轻人虽然年纪轻轻 但血管就已经是胃老先衰了 第二个阶段 斑块生成期 在血液中存在着一些坏的挡固醇 它们会通过血管细微的破损处 渗入到血管的内壁 在内皮下聚集导致了受损处的血管变硬变厚 最终形成了动脉周样半块 第三个阶段是血管堵塞期 半块主要是分为两种硬斑和软斑 硬一点的半块比较厚比较稳定 附着在血管壁上不容易脱落 但是它会让血管壁变得增厚了 而且会随着脂质物质的增加 持续的变大 造成血管变得狭窄 狭窄的程度越大 缺血和缺氧的几率就越高 更危险的是那个软斑块 软斑是比较薄 但是它不稳定 而且容易破裂 一旦破裂就会触发到这些 像凝血机制形成了血栓 血栓存在随时有脱落的风险 也会诱发心梗和脑梗 这些急症的发生 走护心脏健康 这八个心理失常的症状要牢记 心理失常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即使是心脏健康的人 也会时不时的遇到这种状况 但是对于心脏病的患者来说 可能就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了 一定要留心你的心理失常的症状 这样呢会有助于脊脚的治疗 第一心脏跳动的过快 如果经常的在放松的情况下 感觉心脏跳动过快 这可能正在经历心理不齐 第二急促的呼吸 如果运动了以后 心率快这是正常的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就可能是心理不齐了 第三头晕 心理失常呢会减少流向大脑的血液 可能会产生类似低血压患者 所感觉到的这种头晕 如果你没有低血压的问题 那就要警惕是心理失常了 第四昏厥 心跳变化太大 可能会切断流向大脑的血液 导致让人昏厥 第五大量的出汗 如果再没有进行体力运动 也不是在炎热的环境里 那出了大量的汗 这其实是心脏给出的警示 中医里边也有说 汗为心之夜 如果大量的出汗 说明你的心顾不住了这个汗 第六胸痛 第七虚弱 第八疲劳 心理失常有时候会导致心脏的射血能力下降 心脏排血量不足 就会导致全身血管得不到充足的供血和供氧 会出现乏力虚弱凶闷这些症状 心烦心思多 晚上睡不着 有两个原因导致的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容易 因为一些小事就失眠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脑子里总是乱想 那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完 对失眠的你会有帮助 失眠的原因很多 今天我就说两点 第一个原因 中医说呢思虑会伤脾 思虑过重会导致脾的虚 心血就不足 血不养心 通常会表现成心烦 不停的想事 遇到一点小事 就爱往心里去 总是要在心里反反复复的去琢磨 这样的情况在条理上一定要注注 疏肝解瘀健脾 补气安身 这样的方法 临床上呢可以参考归脾丸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肝火旺导致的 中医说 气瘀则化火 心烦意乱 无法入睡 往往是火的原因 肝火 心火 临床上表现是脾气大 爱发火 有头痛 口干 口苦 胸胀 便秘这些情况 这时候呢可以采取清肝泻火的方法 清心安身来条理 比如说天王补心丹 无论你是哪种情况都要辨证 找到适合自己的条理方法才能解决问题 心脏不舒服就是得了关心病吗 一分钟教你鉴别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随着社会生活的成本增加和生存压力的不断增大 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有胸闷心痛这个毛病 很多人是心里头忐忑不安 害怕得了关心病 这个视频告诉你呢 得关心病没那么容易 但是如果你出现以下症状 也不能忽视 引起关心病的这些因素呢很多 比如说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 都是引发关心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其次呢 像吸烟 肥胖和遗传因素 也会使关心病的几率增大 那下面四种症状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第一 胸骨后或心前躯的疼痛 压榨性的疼痛 而且向左肩和左上臂放射 持续时间在三到五分钟 休息以后可以得到缓解 第二种情况 饱餐受寒或者是体力劳动以后 会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 或者有心脏的压迫感 第三 无故的心跳不整齐 过快或者是过慢 第四 无故的腹痛 或者咽喉有紧缩感 有的时候呢 在进餐以后 会有心口发热的感觉 第五 活动耐受明显的下降 运动不了多久 就会感觉到疲惫 气喘 心慌 心脏病的五个认识 五区 你知道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心脏的作为人体的发动机 需要一天24小时的工作 但是很多人呢 仍然对心脏相关的疾病呢 有着误区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五个有关心脏病的认识误区 误区一 胸痛就是心脏病 胸痛呢 不是心脏病的唯一表现 像牙疼 颈部的疼痛 肩背 鞋肋疼疼痛 也很有可能是跟心脏病有关 但是呢 有一部分检查不出来病因的这种胸痛 反而有可能不是心脏病的原因 而是由于焦虑啊 抑郁啊 压力过大 引起来的 不许啊 血脂正常 不会得心脏病 公认的心脏病的这四个危险因素是 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咽酒 次要的危险因素 就包括了像年龄啊 性别啊 肥胖啊 精神压力过大等等 很多人只关注了三高的影响 却忽略了咽酒 肥胖 生活饮食不健康 和精神压力的影响 那最后诱发 关心病心脏 这些严重的 心血管疾病 误区三 女性不容易得心脏病 虽然呢 心脏病的患者中 男性偏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 说女性就安全了 女性 尤其在更年期后 心血管患病的几率 相对男性来说 反而高一些 误区四 心疼的患者不能运动 研究显示啊 关心病的运动 康复治疗 已经被证实 非常的有效 而全国最新版的 心衰治疗指南 也将适量的运动 作为辅助治疗方法之一 心血管的疾病患者 在病情稳定以后 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 有氧运动 比如快走 慢跑 骑单车 游泳 有关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最主要的运动 推荐的 还是我们传统的运动项目 比如说 罚断筋 太极拳 它比较恒定 不至于让心脏过于激动 而引起来对心脏的负担 误区五 心脏病呢 是老年病 心脏病随多发育老年人 但是病根可是在年轻人 甚至呢 在幼年时期就埋下了这个种子 而现代社会里边 年轻人的压力过大 在青年时期就出现血管的堵塞 包括肥胖 高血糖 这些病症 东胃 关心病 埋下了火根 以上这五个心脏病相关的误区 你都知道了吗 教你一招 不花钱 不费力 心脏一天比一天好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平时大家呢 除了按照医生的嘱咐 规范性的用药的同时啊 要学会一些中医养生的技巧 也是很关键的 今天呢 就教给大家 让你的心脏 越来越好的方法 这第一个呢 就是拍打 液窝下的极拳血 两侧交替的拍打 一分钟 拍打它 具有着宽胸理气 活血通落的作用 对平时你感觉到胸闷 气短 心慌 胸痛的朋友 多拍打 双侧的液窝下 能够改善你的症状 这第二个血呢 就是内观血 在我们手腕上 腕横纹上两寸 经常的暗柔 双侧的内观 可以帮助我们安定神志 疏肝和胃 第三个血呢 就是经常的敲打 唐中穴 又称为 淡中穴 位于胸部正中 两乳之间 这个位置 是属于人脉上的一个穴位 尤其是气须的人 特别累的时候 这个地方 泥岸 很疼 经常的敲打 唐中穴 可以 行气 解余 礼气通落 这一组锻炼呢 对于心肌缺血 心脏供血不足 关心病 能消除缓解这些症状 没事的时候 就多暗柔 这三个血 尊记养阳 虚忌口 两样东西要少吃 中医说 阳气是人体物质代谢 和生理功能的原动力 它代表着人的活力 和生命力 是人体的根基 如果说你阳气虚了 你看这个人就没有活力了 明代大医家张景月 有这么一句话 天之大宝 只死亦晚红日 人之大宝 只死亦夕真阳 万物生长靠太阳 失去了这个太阳 那万物就会凋零 就全无生息 人如果失去了阳气 就不会有健康 所以特别注重身体的阳气 阳气充足了 生命就旺盛 所以啊 春季要注意养阳 那在忌口方面 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忌辛辣 春天干火旺 吃辛辣的食物呢 会加重内火 刺激肠胃和血管 导致血压 暂时性的升高 心率就会加快 第二 寄酸味 酸味的食物呢 容易入肝 多吃酸味的食物 会对肝气 输泄不利 导致肝于气质 气机不畅 而出现胸邪 哨腹 胀痛 也就是说 有气质的人 不要过多的食用酸味 如果气质了 就容易导致血愈出现 胸闷气短 头晕这些问题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宇浩教授 关注我 了解更多 心脑血管方面的知识 春季一动怒 四个方法 帮你疏肝解育 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黄天内经常说 春季应该做到 批发缓行 说夜卧早行 广步于庭 中医说呢 要天人合一 人的生活起居 应该和大自然 相对应着 冬天的时候 是冬藏 你晚起 是有理由的 但是春天了 我们就要早起了 到庭院里边 散散步 古代的人呢 都是把头发扎起来 到春天的时候 一定把它披散下来 让整个身体 从毛发 就做到了非常放松的状态 这是说的 批发 缓行的就是慢慢的走 要到户外 去接受大自然的 这种盎然的气息 说到春天里边的养生呢 这种放松的状态呀 还包括着我们的衣着呀 袜子呀 也都要放松 不要弄得很紧 最好不要穿紧身衣 特别是女士朋友们 应该保持一种放松的状态 好让自己身体的阳气 生发起来 这第四个方法呀 就在这梳头上 古人认为呢 用木梳梳头 要从头至我们的后脖颈 让整个头皮一度放松 加速血循环 尤其是心脑血管的患者 多梳梳头 对头上的这些气血流通 有助于你身体的康复 春季一动怒 四个方法 帮你疏干解育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春天是万物生发的季节 人呢 也会在春季 经常的感觉到躁动 这是因为人的精神状态 与天气是相对应的 天人合一嘛 所以对外界的刺激 也是最敏感的 也会随着万物的生长 一起动起来 那在人体气的运行中 干气是上升的 春天生机盎然的气象 和人体里边的干气生发 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生发太过的话 就容易导致肝火上炎 甚至肝阳上炕 《黄帝内经》里边说 岁目太过 风气流行 皮土受邪 民病 孙泻 食减 体重 繁冤 甚至 则呼呼善怒 玄冒 边急 这就是说呢 在春天的时候 是暮气之下 如果太过容易出现 头晕 头痛 易怒 耳鸣 眼睛干涩 这些症状 还有一些人呢 可能会出现胃疼 胃胀 碍 叹息 打嗝 反酸 这些症状 想要改善这些症状呢 就需要 疏干 离气 疏通 经络 第一个方法 用药物来调理 像 逍遥丸 柴湖 疏干 散 单治 逍遥丸 看哪一个 适合你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经常的揉按 这几个穴位 达到疏通三胶气机 改善内散功能 比如说 颌骨穴 加上 太冲穴 就是四关 经常揉这四关的 让身体里边的气机 运转起来 没事就爱叹气 这是身体在发警报 爱叹气的朋友注意了 中医认为呢 经常叹气 是身体在发出警报 一般说 甘穴和气虚 两种情况 会导致你经常的叹气 甘穴呢 是因为情质所伤 或者说 在强烈的精神刺激下 导致了甘气愈止 往往会出现 胸口憋闷 腹部的胀满 咽喉呢 还有义物感 情绪低落 或者烦躁 易怒 平时呢 要多吃一些 健脾 易气 梳干 礼气的食物 包括着 像玫瑰花水 薄荷水 都能帮助我们梳干 食物上像 南瓜呀 白萝卜呀 新乎士啊 都可以多吃一点 气虚导致的 爱叹气 那往往是因为 劳累过度了 久病 失痒导致的 这个情况 往往还会有 气短 自汗 倦怠乏力 胃口也差 这些症状 终于说呢 如果长时间的劳累 就会损耗 身体里边的内气 元气 如果气不足了 就会感觉胸口憋闷 碳气呢 就可以起到一个 调达干气的作用 气机通顺了 胸口的憋闷 胀满 感觉也就减轻了 对于气虚的这种情况 我们平时可以在喝水的时候 加上黄旗几片 煮水喝 就可以起到 武气生扬的作用 缓解脾虚气弱 导致了气短 乏力 疲乏 倦怠 这些问题 湿气重 而不自知 三个迹象 你一定要注意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感觉自己身体 特别沉重 腿都拖不动 精神不振 这很有可能 是你的湿气在作祟 中医说湿是自然界正常的气候变化 当雨水来临的时候 湿气过重 就超出了人的适应能力 无法及时的调整 就会形成湿血 怎么来确定自己的湿气 是不是过重呢 可以参考以下三个迹象 第一 起床以后仍然会感到 昏昏沉沉 打不起精神来 即使是休息充分了 仍然会觉得非常的困倦 坐在那儿就大胆睡觉 从舌胎上 这是筋标准 舌为心之苗 痞之外厚 舌与脏腑 经络 气血经 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你的舌胎白厚腻 那就是寒湿寝息 如果你的舌胎黄厚腻 就是湿热寝息 第三 食欲不振 明明是很饿 但仍然是没有胃口吃饭 如果这三个症状 你都出现过 那就没跑了 你的湿气很重 要用中药的方法来调理你的湿血 同时呢 食物里边也有很多能去湿的 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选择药膳加上中药调理 这样更好地把身体里边的湿血去除 让你身体一身轻松